内政团队将继续善用科技推动转型 以解决人手短缺问题 在下一个阶段的转型中 团队将通过四大方面进行 包括深化专业能力以及转变运作模式等 团队也将探讨使用人工智能 协助警方将录制的语音自动转化成文字 内政部第二部长杨立明 在国会拨款委员会辩论部门开支预算时表示 警方借助电眼和巡逻机器人加强监控能力 至今警方电眼已协助侦破约7500起罪案 预计到了2030年代中期 警方将在全岛部署20多万台电眼 The home team has also been exploring the use of speech to text AI technology for transcription of video recorded interviews The police is working to streamline the transcription process and will evaluate its usefulness to investigation offices through a trial to be conducted later this year 在培训警员方面 警方则施行使用配有传感器的压力背心 以模拟真实情况 协助警员更好地应对各类安全威胁 过去几年内政团队在转型方面取得良好进展 面对安全环境中日益严峻的挑战 我们将继续采用科技 加强应对能力 齐心协力 确保转转型措施成功落实 努力维护公众对内政团队的信任 民防部队今年底将推出更新版的 My Responder手机应用 新增的视频功能将能让民防人员 以远程方式及时为民众提供指导 以降低安全风险 另外新移民与关卡局服务中心 预计明年投入运作 它将提供一站式服务 让公众在无需预约的情况下 通过自助服务领取护照等证件 这将减少等候时间 并提高办理手续的效率